那你們相差18歲 其實價值觀應該也會差滿多的吧 都一被他克服了 所以價值觀的部分 對 我覺得任何方面 他有辦法用他的說法來說服我 我可以接受的 這是經紀人的專長 不是嗎 香水 太厲害 你不是被人當事業在經營嗎 他是經紀人 真的 但是價值觀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後來發現 探討很多 價值觀會影響夫妻的 很多狀況 所以妳就說18 你們兩位誰在花錢方面是比較收 誰比較放 應該說是我買東西 我是會比較 我一定會貨比多加 我不是快手型 像他買東西就是 他在認識我之前 他買東西就是隨便買 就看到就買 我沒有金錢的觀念 我沒有數字的觀念 OK 快手型的 對 然後我是一定會做功課 然後像我們小孩可能最傷 花費最大的就是奶粉跟尿泡 我一定會各大通路平台 都一定會信下來 然後去算那個單價 我跟你講大叔都沒有的 我老公也是走進去就買 我說這貴了一百多塊的奶粉 你也要買 他說沒關係 有的買就好了 他就覺得方便就好了 對 我也是這樣 蛤 不是 妳也是大叔 妳是大叔 我是 我爸 我是有大叔的心靈 妳有沒有覺得貴一百塊 反正也是自己小孩在喝茶嗎 妳有沒有覺得 妳有沒有發現那個 一包貴一百塊就還好 一包貴一百塊 然後可能他是三四包貴一百塊 你會覺得還好啊 然後就一次都買 但是他們很厲害 他們很厲害 比完以後發現 真的好像半年就有省一 一小筆可以出去 出去錄個贏什麼的金錢下來 對 我們就是默默存下 這些錢下來 他們這樣弄了弄 半年省了一百多萬 是 到底對貴啦 到底太貴了吧 超省 OK 所以也是貨比三家型的就對了 對 然後像 我還記得有 我們家裡有小孩 你們都會用那種韓國很厚那種四折地點 對 然後 那時候買的時候 因為我看網路上 就大概都要七八千塊這樣 對 然後我就看網友說 在韓國網站直接買 然後直接寄到家裡 一模一樣大小 買一送一 在韓國際運費 這樣不到四千塊 對啊 這就是只差很多對不對 但是買兩個幹什麼 我就買 但就被他騙了 妳一個布在地上 一個在掛天上 妳 還有另外一個啊 妳知道嗎 雖然那個到現在還原封不動 放在家裡 可以轉賣 對啊 轉賣 又是一筆錢 沒有 對耶 他沒有轉賣 他放著 然後那個地墊 正常那個小孩子 現在比較會翻 然後那個地墊就我在睡 這樣變他的床 那用到 因為體重有點重 之前為了戲增肥 體重有點重 那個地墊就凹了 他說 妳看吧 是不是有用了嗎 現在可以拿出來換了吧 亮哲哥 妳覺得對夫妻 妳觀察他們的金錢觀 妳比較贊同誰的 個人是比較站向又欣哥那邊 所以你也是進去有了就買 對 我也就是 我就是目標導向 因為其實男生就是這樣 很怕浪費時間 就是目標導向 我沒有辦法去逛街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是目標導向 我知道我要買什麼 進去覺得適合 我就拿了就走 我也不會去比價 因為剛剛講到比價 然後也要再轉賣 我覺得那個手續真的太麻煩 而且你們還比我勤勞 你們還會去那裡買 我就直接上網 訂一訂他就送來 我們其實是不會 所以才需要 像精打細酸的老婆 你們跟老公的價值觀 是一樣的嗎 就是沒有協調好 就很容易吵架 妳差的比較多 妳應該比較有感吧 有耶 就像我老公買東西 就像剛剛說的 他真的是快很準 然後像我就是 我真的一定要一直比價 然後可能就覺得 太貴那我不買 然後他就會嘆一口氣 然後等我轉身的時候 他就把它拿起來 然後就會幫你買掉這樣 帶媽媽去藥局 然後買什麼尿布拿一份 你沒有比價你就完蛋了 可是如果你帶他去精品店 這太貴了啦 不要買 然後你轉身買單 他會非常開心 對啊 笑到 裂到這裡 裂到這裡 媽媽你嘴巴怎麼變那麼大 哈哈哈哈 嘴臉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像他們如果年紀差這麼多的話 吵架 你會不會說 我跟你有代溝啦 你會講這種話 我會耶 我就說你就是老人家啊 我就直接罵他 我說你真的很老 他不會生氣 但他就把我當小孩 因為他就是我跟他的年齡 可是你現在穿得很像伯伯耶 哈哈哈哈 我是配合 我是歐膩小姐姐 你老實說 你今天是不是要徵選八點檔的人 哈哈哈哈